25号 巴西东南部一个铁矿废料矿坑发生了决堤事故 26号 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援引消防部门的消息报道 已经确认在此次事故当中 遇难的人数上升至40人 另外有近300人失踪 随着搜救的继续进行 遇难人数或将进一步上升 当地电视台从空中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 红色废料泥浆形成河流 流入大量农田和居民区 在热带翠绿色植被的硬沉下显得愤外扎眼 据报道 发生事故的矿坝属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事发时有400多名员工 在该公司位于布鲁马迪纽市的地区总部上班 矿坝内储存的废料形成泥石流 涌入这家企业大楼 楼内有一处食堂 事发时正值开饭时间 不少工人在吃午饭 此外 大量泥浆和垃圾 流入淡水河谷公司地区总部和附近一些村落 淹没了不少建筑物 目前已有13架直升机和100多名消防员参与救援 26号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抵达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灾区进行了视察 此前他已经下令 向灾区调拨1000名军人参与搜救工作 巴西总统府和环境部已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 矿业能源部 环境部和国防部等也加入了救援行动 此次决堤的采矿废料约有1230万立方米 流出的泥浆和垃圾大部分流入当地一条河流 环保部门担心决堤事故将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损害 26号当天 巴西环境部门宣布 对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处以2.5亿雷亚尔 约合4.4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